今天的课程加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我放到前面讲 然后我们再来讲市场的情况 那么这个内容是针对于说 进入股市你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 所谓的价值投资 所谓的价值发现 或者说是波段短线交易 对吧 也许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 或者说是每个人对于市场的 各种各样的模式 从一开始进入的时候 其实就是没有人跟你讲一个 很规范的东西 然后你可能觉得谁讲的对 你就认为这是对的 对吧 或者说你觉得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喜欢听跟自己有利的话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的股票套住了 然后你天天就在找那个股票的利好 就是只要但凡有一点点利好 你就觉得是他要涨 对吧 反过来就是如果你看空这个股票 但凡有一点点利空 你就说他不好 对吧 这人大概都是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是认知的问题 那么讲这个事情实际上因为我们今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过去两年过去两三年应该整个市场都是机构定价时代 有点像从最终的价值投资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核心资产到价值发现 比如说是一些这个行动员赛道对吧 整整整个来讲 然后到今年整体市场大家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机构内卷 然后油脂上位 对吧 整个市场又回到了这个偏短线 或者说是偏题材的这种节奏 然后呢 市场上你会发现各种龙头股非常的多 对吧 就是如果你按照以前的油脂的打法 龙头的战法 那你今年基本上还能还能赚钱 对吧 就逆时赚钱 或者说你至少这个不会像死拿股票这样的亏钱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整个如果算上今年吧 今年去年到前年 整个三年市场的风格其实都有变化 只是这种变化呢 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当中的 那么我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我们课程嘛 对吧 课程呢 因为也有一些是老股民 也有一些呢 是新股民 也有一些可能是 刚刚的以前没有进入过 就是你你来这个市场 你可能就没有经历过所谓的牛市跟熊市 对吧 就近几年才来的 那么 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投资者 你就要经历熊市经历牛市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结构性的牛市 而在今年我们更多的把它理解为是结构性的熊市 对吧 所以当你经历过熊市在经历过牛市的时候呢 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特别是熊市结构性的熊市吧 我们讲经历 你能够学到很多的这个市场的一些 就是认知理解包括交易的一些方法 我个人的经历也是一样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短线出生的 然后呢 以做短线波段为主的 对吧 在过去的市场里面我觉得挺好用的 后来呢 这个由于整个这个2015 特别是2015年以后 股灾以后嘛 整个市场进入到一个机构定价时代 所以呢 我也去这个重点 这个抓了基本面 特别是做价值发现这一块 我本人不是做价值投资的 所以你看我从来不做银行股 我也不会去买茅台 不做这些东西 然后因为当然我不见我说的不见得对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价值投资是实际上价值投资说白了 也是抱团的一种 因为我把这个话放在这里肯定是对的 为什么说对的呢 因为我们把中美股市我们来做一个铺锡 就是正好你可能说年龄比较浅的 就进入股市年龄比较浅的 我说这个话呢 其实普及一下是挺好的 因为你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没人跟你讲 对吧 美国股市云集了全球最好的公司 对吧 首先我们讲美国股市云集了全球最好的公司 大部分比较好的公司 优秀的公司 乃至中国以前的互联网公司 对吧 中概互联网公司 全部去了美国 是吧 那么美国又是全球资本的聚集地 所以呢 大家会看到全世界都是以美国股市为首实战 对吧 就大家都看着美股 然后呢 美股跌了 或者美联储加息了 美元升值了 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变化 就整个市场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那这说明什么呢 美国是可以做价值投资 第一面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是全世界应该代表着全世界最好的公司吧 对吧 或者说是代表着全世界大部分的好公司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呢 好的公司当然你就可以做价值投资了 还有一个价值投资的本质 实际上也是资金抱团 那为什么美国能抱得住呢 是因为全球的资本 美国最大 大家都迎接到美国 对吧 所以所谓的价值投资也好 所谓的抱团也好 股市能够上涨 一个股票的市场能够上涨 一个市场能够保持比较好的活跃度 说白了 最终归根结底就是什么 资金决定的 就像你这家公司再好 你说我这个股市估值再低 大家可以去看看港股吗 港股的估值是很低 为什么起不来呢 钱嘛 对吧 如果港股有A股这么多的钱 港股早就飞起来了 你就不讲估值了 对吧 所以估值低跟能上涨 它本身不画等号的 什么时候画等号 要估值低钱多就画等号了 所以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够长期的上涨 一方面公司好 第二方面有足够的全球的资金来做支撑 美联储为什么要加息呢 加息的目的就是要让资本回流美国 对吧 那资本回流美国以后 就钱又回到美国了 它能够支撑它的股市 所以A股跟美国 A股跟美股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美国股市它云集了最好 全球最好的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所以它是一个投资市场 而A股是一个非成熟的市场 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那么发展中的市场 不能说发展中的国家了 对吧 现在是发展中的市场 然后A股这两年 或者说因为这两年要进入到全面注册制 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股的扩容 它会造就什么叫做融资市场的大跃进 我不能说大跃进这个词 对吧 就是会让融资市场的速度加快 那么A股本身是一个融资市场 对吧 那么融资市场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钱 就你要有足够的钱 能够承载这些新股的上市 同时还能保证老的股票有流动性 如果它不能达到这个平衡 就这个平衡点只要被打破 股市就会下跌 这跟你的公司好不好 股市高不高 其实本身意义并不大 对吧 就是当它涨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核心资产涨的 以前我们讲这个海天卫业 对吧 金融鱼这种搞到那么高的估值 是啥子都知道了 但是呢 它涨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各种各样的理由 对吧 但实际情况是当机构的资金 像今年就是机构的小年 但今年是机构的小年 就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买资金 基金没有更多的子弹去推升它的磁仓 就是后面没有更多的钱来买前面的这种磁仓了 那么就看谁跑的快 这就我们就叫做内卷 当内卷形成的时候 那么基金所有的这个磁仓品种都会下跌 那本质上是什么呢 就所谓的核心 这个核心股 对吧 核心资产 然后所谓的赛道股 其实归根结底是资金 抱团所产生的这种效应 然后呢 在这个效应的后面 我们要把它标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东西 比如说赛道 那为什么赛道呢 因为它要叠加一些政策了 对吧 那政策 然后呢 这个行业 对吧 那么过去的核心资产呢 也是一样的 中国比较好的公司 对吧 业绩比较稳定 这个 稀缺性的公司 但大家想过没有 这些公司实际上本质上都没什么变化的 就毛台还是毛台 公司还是蛮好的 对吧 我们不说公司不好啊 就是 那这个 恒论一样 你说从上面跌下来 我举个例子啊 恒论一样 恒 恒 一样 跌了很多了 对吧 你可以说它是估值回归 但实际上呢 公司你说这两年变化了没有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那股价就腰斩还有的多了 那原因是什么 就没有更多的钱能够抱得住他们 对吧 那没有更多的钱能抱住他们 这里是不断有资金往上抱的 那当然他就回归了嘛 对吧 那你想想看 现在如果我们A股每天的成交 成交金额有两万亿 不断的新的基金能够发新成功 老百姓的钱不到往股市里面搬 那恒论医药肯定还有更高点啊 对吧 所以他这个是本质 所以当你搞清楚这个本质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抱谈也好 还是这个 所谓的这种价值投资也好 对吧 那他的本质就是跟资金有关系 就是有没有更多的资金 能够接力再买上去 当买力不足的时候 你再好的故事也没有用 你自然而然就会下来 对吧 就像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觉得 这个比如说吧 今年半导体板块 就半导体的公司 你去看去年的年报 今年的一季报都很好的 其实大部分都很好 那为什么不涨还要跌呢 对吧 估值你也不能算很高 那你说需求也很好呀 这个汽车还缺芯片了 对吧 那为什么不涨还要跌呢 就整个半导体板块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你看看半导体板块的走势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是走成这个样子呢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这些公司不好 这公司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吧 并不是这些公司不好 主要的是什么 没有钱 你们看到有又新发了什么 跟半导体相关的 对吧 跟双创相关的这种基金吗 没有啊 那没有的话那怎么办 就里面的资金往外车呀 对吧 因为为什么他们要面临赎回 面临挑战换股 是吧 或者说你不跌别人 你不走 人家走了 你到了平仓线 就类似像蛋兵这种 你说他肯定是被动减仓啊 他到平仓线 他只能减啊 对吧 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将内卷 不是因为半导体不好 也不是这些公司不好 其实就是没有更多的钱 来做接力了 因为股价的推升 一个行业的好坏 对吧 或者市场的上涨 他都跟资金有关系 就是你觉得这家公司好 你认为这家公司好 你好得不得了 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 就是没有人愿意来买你的股票 再好也没用 那反过来呢 你觉得不好 人家天天有资金在里面 那不就是说 这个股票能涨吗 对吧 一个股票的上涨是资金决定的 而资金背后才是讲逻辑 所以你的逻辑再华丽 你讲的再好 没用 因为为啥资金不认 所以呢 所有的逻辑 是需要在资金认可的前提下 它才会产生价值 或者说是才会有上涨的契机的 不然的话都没有 所以股市的第一首要的上涨的因素 不是基本面 是资金 基本面 是资金选择的一个上涨理由 但它不是唯一的理由 可能这个话有点拗口 对吧 就基本面是一只股票能上涨 就是被资金看上的一个理由 但它不是唯一的理由 比如说最近旅游板块就走得很好 对吧 旅游板块的业绩呢 一塌糊涂 那为什么会涨呢 那它跟基本面就没关系嘛 是吧 因为资金炒作的是预期 就炒的是它未来的 这个看好的方向 或者炒的是它不能 就坏到不能再坏了 它会向好 而不是现在你看到的业绩 那反过来 现在你看到业绩好的东西有没有 有 新能源汽车 锂矿 锂电池都很好 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些业绩 就是一季爆出来了 比如年爆出来都很好 这些股票会干嘛呢 会反弹 反弹是为了出货 这些华丽业绩的背后 会引来资金做反弹 因为这些要给你们看嘛 因为业绩那么好 所以涨了吗 大家就又可能会进去 对吧 或者有人会加仓 用你套住了吗 那么 为的就是 这个大资金能够在里面减仓出来 所以它是两回事情 那告诉大家 新能源整个赛道 特别是跟这个李匡之类的 每一次反弹都是 今年都是跑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讲 你看茅台就知道了 茅台去年的反弹 就这个地方的反弹 对吧 你跑都是对的 不跑呢 又来了 对吧 我当时讲过 茅台没有十个月以上的调整 根本调整不完 那现在远远超过十个月了 对吧 茅台今年依然没行情 那好了 茅台是去年就开始跌的 我说今年依然没行情 那新能源赛道呢 是今年刚刚开始跌的 就是这个去年开始调的 那一样呢 今年也没行情 对吧 有的是可能这个年前才开始调的 所以呢 今年跌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反弹 反弹呢 明年呢 明年依然没行情 对吧 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一季报的业绩也好 这个年报业绩也好 其实早在过去的股价当中都反映出来了 因为机构做的预期 就像现在我们还在疫情当中 特别上海特别严重 对吧 但是呢 旅游已经涨了 别人看到的是你没看到的那一部分 他已经提起来半年 那你现在一样呀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能源赛道当中的业绩 人家半年前一年前就知道了 或者这个不要说一年前太多吧 就半年前就知道了 那股价已经反映了呀 所以到明年依然没机会 对吧 还有一个 今年疫情的这个原因 其实作为不管是从消费也好 还是国家的这个政策也好 都是要什么稳增长 这个 出就业 对吧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是重中之重 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管理层来讲 他要做的 就是要让经济能够什么 平稳 所以叫稳增长 对吧 那么 要提振消费 或者说要让内需滚起来 内需滚起来不是靠贵州茅台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就像一盘大的棋 你要知道今年的政策是什么 今年整体市场 大的环境是什么 如果这些东西你不综合考虑 你就说我要价值投资 我要价值发现是不行的 对吧 那 反正我也 因为我是从2009年就开始推荐朋友看天道这个电视剧的 对吧 当然也可以去看书嘛 遥远的救世主 你去看一下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基本面 基本面不完全指一家公司本身的经营情况 基本面是一个大的东西 它要结合什么 叫做 社会的环境 外部的环境 就是国外的一些环境 对吧 整个世界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外部的环境 产业的环境 公司的治理结构 还有一个是什么 市场的温度 就是把这所有的东西就放在一起 它再叫基本面 而并不是完全指着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是好 但是没有人认 或者说它好的不是时候 对吧 如果它今年好的不是时候呢 它就没有机会 就我们中国人最容易讲的叫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如果它好的不是时候 就时间没到 花依然不会开 所以很多时候 所谓的基本面 它是方方面面的 那么 刚刚我们就讲了 整个新能源 每一次反弹 今年 其实都是 你兑现 或者别人兑现的时候 因为你不兑现 别人也会兑现 对吧 那么 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 你要知道资本的本质 就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什么 是资金推动的 然后呢 这个资金的推动 你要知道今年资金它会去哪里 对吧 就是你要从每一年的都是有变化的嘛 那么我不是一个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不是一个什么价值投资者 对吧 我呢也不排斥任何东西 对吧 我本身是做技术面出生 或者做短线波段出生的 然后我强化了自己的基本面 我自认为还行 因为圈子还好嘛 对吧 就是有些东西我能 看得到学得到 对吧 我就强化了这一块 那 我不排斥 就是有很多学技术的人 比如他学波浪的 他就会排斥别人的这个技术东西 不行的 技术 这个技术是包含一切的因子 但我觉得不全面 对吧 那么很多 这个做分析的 这个基本面分析的 也看不起技术牌 你们这种 我觉得没必要 对吧 技多不压身 就像我现在在教的东西 技多不压身 对吧 如果你本能的排斥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由它存在价值的 对吧 我们就像股市一样的 你说这个股票 ST它为什么要涨 存在价值是合理的 它涨一定有它涨的原因的 对吧 只是你不知道 或者你本身比较排斥 不去做 这个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就是你本身排斥 对吧 还有一个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不要盲目操作业 什么叫不要盲目操作业呢 就是你看 你看这个大佬 操底了 买了买了什么东西 我也跟他买 不一样的 你跟他的体量不一样 人家拿着几十个亿或者几个亿 他刚开始买 而你就说哈了已经 对吧 我在这里跟他说一下 昨天正好很巧 我跟阿里的一个股东 正好我们下午没事 昨天下午也没什么行情 两个人我们两个在聊天 就讲到阿里股票 我也问他 我也问他 我说阿里后面怎么看 他说技术层面上 因为他也做股票 他说技术层面上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见底 或者说没有企稳 因为所有的都是均线反压的 对吧 也没有看到说底部反转的迹象 然后呢 基本面这块呢 也是一样 为什么一样呢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崛起 阿里亚腾讯啊等等 这些公司对吧 就是脱颖而出 赚足了这个叫流量经济 但是未来的十年 当流量经济面临瓶颈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率先转升 在下一个十年当中 能够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 这是个未知数 对吧 Facebook改名变元宇宙 其实他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在下一个十年 找到新的互联网盈利增长点 不然的话 依然会被特斯拉的马斯克压着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际巨头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够 百分之百的肯定 阿里或者腾讯能够转升成功 只是他们现在 唯一的优势是体量足够大 他们能够拿到更好的资源 但不代表他能够转型成功 对吧 所以这需要 这类的公司 你需要做后手而不是先手 你自己认为 或者说你跟某一个人去买 这是不可靠的 而往往有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是做创投的 对吧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实际的案例 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发生 跟我们看到的情况 因为你抄作业 往往抄的是别人的落向 而不是强向 你的强向是超不到的 就他的强向你是超不到的 我跟你说 大家都知道 写价值这本书的人叫张磊吧 对吧 因为我昨天在其他地方我也讲了 今天我在这边也讲一下 叫张磊 写了价值 大家过去两年当中都很推崇价值这本书 也认为张磊 就是价值的 这个封神的人物 对吧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张磊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成功的多 就他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多 你们没有看到他失败的地方 你只是被别人强化了他的成功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老股民都知道的 以前我们有博弈AST 就是AST你去买一个AST股票 我博他重组 一块钱变十块钱 可能一块钱变二十几块钱 这种事情都有的 对吧 但是呢 你很难一枪头博重的 那你干嘛呢 你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买十个股票 就我买十字 比如说我有十万块钱 我就一万块钱一支ST 你要知道 另外九支全军覆没 你只要博对一个 你就成功了 所以所有的人都记得你的成功点 就是你的九个失误 人家不算的 就算的就是你那个成功点 为什么呢 你用一万博到了二十万 所以剩下的九万 即使全部输光 无所谓了 对吧 就像买过彩票的人都知道 你买了无数次的彩票 你买了五年的彩票 但只要中一次头等奖 所有人都记得你的头等奖 而忘记了你五年买的彩票 所以作业不是那么好抄的 真的 对吧 张磊失败的案例比他成功的多 但他成功的案例都是封神级的 那所有别人都都是记得他成功的 但问题是他不带你玩 对吧 如果他是带你玩 那就没事 因为他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 而你是抄他作业的 往往好的你是抄不到的 所以你抄的都是那些烂的 因为你抄到的那些烂的 别人也知道 我们自己做创投 也挺有意思 我们跟原生合作 对吧 就是我们有一个产品 是跟原生合作的 那原生 这个就是等于说他投的 我也投 我就跟投 所以他的产品 他投了 比如说他的 他的这个产品 十个亿 其中我买了一个亿 那么他有二十个 二十家公司 对吧 投了二十家公司上市 结果呢 就是去年 爆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奇迹 就是有一家公司上 投了 上市了 对吧 翻了一百倍 翻了一百倍 就一块多钱的成本 变成一百多万 变成一百多块 上市了 就翻了一百多倍 那就什么意思呢 这二十 我们投了二十个项目 有一个项目会上市了吗 当然还有其他项目上市 就有一个项目会上市了吗 这个项目就一枪头 覆盖了所有的本金 还有的东 你明白吧 就是我一个公司上市 我就拿回了一个多亿的投资 剩下的都是白给 那么所有人都记得那个叫一战风猴的这个投资 所以人家都很羡慕哎呦太牛了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但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这样的 所以人家就记得他的一个好 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投资不是操作业 对吧 价值发现也不是操作业 别人能做的事情不见得你能做 因为他的钱多 他可以不断的买 对吧 或者说是他这个 买了以后 他后面有一些基本面的逻辑 他知道你不知道 对吧 甚至于改变的时候 他止损了 你没止损 你以为他买了很多 对吧 他可能人家止损了 对吧 比如说他拿了一个亿 他可能第一次就进了一千万 他后面看看不对 他跑掉了 结果呢 你以为他 身价都在里面 就你就等在里面了 所以这是不对的 那我讲这个话 不针对任何一个人 我只针对事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 对吧 股市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见的比你们多 我看的比你们多 我一二级市场都经历过 我只是把经历过的事情 都告诉大家 我讲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实事求是 对吧 就是发生过的 没有发生过的 我不跟你讲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说熊市牛市呢 是挺好的学习机会呢 因为你想 过去的两三年 有点像你学习了九阳真经 就是武功里面的 最高的叫九阳真经 九阳真经就是那些最高大上美好的东西 什么呢 就是价值投资 价值发现 对吧 然后核心资产 赛道 就是大家很阳光的东西 让你听上去非常高大上 就叫九阳真经 而今年你面临的是什么 叫九阴真经 其实九阳真经跟九阴真经 你觉得哪个武功更强一点呢 我觉得不分伯仲 关键看使用的人 但是有人就很排斥九阴真经 你们这种是邪恶的武功 对吧 我们这个是好的武功 没有 没有邪恶之分 打赢了就算赢 对吧 好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可能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们 我们课程就是课程 我的课程 我的这个年课群 我们不讨论别的老师 因为别的老师也很辛苦 对吧 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有特色 他只要不是一个骗子 就是他不是刻意来骗你的 对吧 那就行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色 你能在别人身上学一招 就是你 能够有很好的收获 对吧 剩下的无非就是你适应 哪个方面 你不适应哪个方面 还有呢 就是学东西 你要学会像超市去买菜一样 好的你带走 不好的留在那里 而不是要盯着人家 不好的东西 一顿的酱 对吧 那你学的好的东西 你就拿走就行了 没必要嘛 对吧 就有点像你去买的是牛奶 你非要说他可口可乐 有问题 没必要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尽量避免 就我们不去讨论别人好或者坏 对吧 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 是吧 就是大家都 只要他是 就是我们说我没骗你 他是确实是用心在教你 对吧 剩下的就是你适不适应这个学的东西 或者说他教的东西是不是这个能被你所用 所以我说今年实际上就有点像九阴真经 过去几年就是九阳真经 然后呢 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排斥 最好呢 你既有九阳真经 又有九阳真经 那不挺好的吗 叫既多不压生嘛 对吧 没必要排斥 那么 我再说一下 其实很多人想做价值投资 价值发现 我觉得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难嘛 本质上就是难 但想想看各行各业 就是各一个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行业 不管是做投资还是做其他 每一个行业 你有见过躺着能赚钱 或者说是一劳永逸的吗 没有的 股市也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每年市场都有变化 你要不断的学习的 对吧 你要不断的学习的 没有的 没有一劳永逸 那很多人理解的价值投资 我买了不用看呀 对吧 或者说某一个时间段 我根本不看 你看我不看 我能赚大钱 对吧 是不是这种心理 就是我不看我能赚大钱 但你别忘记了 不看的前提 是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任何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对吧 就你最后的收获 是跟你的付出的辛苦代价 是成正比的 天下没有 这个所谓的躺赢这种事情的 对吧 因为很多做价值投资的人 都希望说简单 可复制 买进去 然后不用管了 这个N年以后 我就能有大大的收获了 这个是你看到的表象 不是真相 我告诉大家 就是 你到外面去学东西 你去其他地方学 我不说人好 人不好 这些跟我都没关系 对吧 我也不否定别人的东西 大家都很辛苦 但我跟你说 市场是不是分成 不管是用哪种方法 反正就是分成两个派 一个叫中长线投资 一个叫短线 对吧 你觉得哪一个容易 你觉得哪一个容易 那我告诉标准答案 我就跟你说标准答案 我告诉你 短线比长线容易 很多人认为是长线比短线容易 这是错的 短线一定比长线容易 我短线都赚不到钱 这个 我短线都赚不到钱的 不是赚不到钱 是你没学好方法 原则上就是短线比长线容易 为什么 短线是什么 你买入了 它会有严格的止盈止损标准 对 你只要学到这个就行了 然后呢 有一些固定的模式 你只要算概率就行了 这是短线 所以短线其实是容易的 但是难在哪里呢 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要费很大劲 因为模式不是那么好学的 你需要一次一次的磨练 你才会有盘感 你才知道怎么做 对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昨天大家都知道我说什么 一般 我就是实际上我已经 我说我已经把饭喂到门口了 就是已经把饭菜都喂到你门口了 只需要你拿到你门口了 只需要你自己拿个勺 拿个筷子 放嘴里 对吧 我举个例子 昨天我是怎么说的 昨天我说 中交地产 中交地产 昨天是个烂板 大家可以看 昨天是个烂板 对吧 是不是是个烂板 我说只要中交地产 怎么样 今天落转强 房地产板块将会有资金回流 这是原话吧 那么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已经判断好了 中交地产只要强势 钱就回房地产了 同意吧 然后又讲了一个什么 叫天保基建 对吧 我说天保基建 昨天不是调整吗 我说天保基建不会结束的 为什么不会结束 它最差的走势是复制 600056的中国一样 就最差的走势 就是复制 后面复制这个动作 就我不说今天 只要到这里吧 对吧 随便不为辞 那好 天保基建 今天早上出现了个什么事情 中交地产 看中交地产 直接移植 是最强的方式 那么 比如说中交 他当初是开了了 没有开 假定不管他怎么样 你当时是买不到的 集合金价你是买不到的 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 天保基建 所有的饭菜 都已经放你面前了 只要你动动筷子 我这都是马前炮 没有任何马后炮 你们自己去看 所以天保基建 你今天是吃到涨停 资金是不是今天全部回流了 是不是全部回流到了房地产 房地产加上物业 我自己我个人 我个人是做什么 百分之二十的 所以我没有买天保基建 我做的是特发 特发服务 百分之二十 看到吗 为什么 我看中交 中交地产 一致 我就直接上它 跟上天保基建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来讲 我之前讲过什么 一个是身位 一个是换手 为什么说选它 换手呀 看到吗 换手好不好 非常好呀 对吧 然后呢 天保基建 大家来看 好不好换手 一路上去 非常好呀 死不掉的呀 对吧 死不掉的 然后大家再看看筹码 底部筹码还没全部上去了 然后这里还有呢 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停牌 没有其他风险 你说简单吗 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方法 我这些方法都教过的 教完了 我开始点菜 就把品种给你点出来 对吧 我讲过 一个是身位 做龙头 一定是什么 首先要有身位 就是它的身位是最强的 第二个是什么 龙头它需要有一个 这个就一把做不死的 那么你怎么来判断呢 就今天我们有一个同学问我 他说你你你怎么不去判断天保基建 你为什么要去判断 这个这个宗教地产呢 很简单呀 昨天宗教地产是烂摆呀 但他昨天是卡住了天保基建呀 对吧 他昨天卡住天保基建 天保基建昨天没摆呀 他摆了呀 宗教地产呀 对吧 所有人都知道呀 当时宗教地产涨的时候 我说他是中军龙头呀 是吧 昨天他卡住了呀 他昨天虽然是烂板 但是他是换手卡住的呀 换手板啊 卡住的呀 卡住的就两种情况嘛 第一种就今天直接被按掉嘛 第二种就是晋级嘛 如果他晋级 那就是这个天保基建肯定上了呀 肯定有资金跟上去了呀 事实就是这样呀 对吧 结果今天就是地产板块整体资金回流呀 你说难吗 不难呀 所有的东西我都教了 我对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没有说我教你的是好的东西 教别人是不好的 对吧 你可以学一下的呀 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的 这就是短线呀 所以短线原则上比中长线容易 为什么呢 你即使买错了 明天就能止损 中长线不是这样的 中长线是你要买完了 甚至还要承受下跌 不涨 还要加仓 对吧 那我就刚刚讲了嘛 我自己不做价值投资啊 我做价值发现 价值发现挺难的 难在哪里 过去的两年三年 我为什么有价值发现的股票 我个人觉得我还行 对吧 大家反正也能够这个 跟着买到一点好的东西 为什么今年我一直没讲 为什么 因为价值发现的前提是成长股 今年显然大环境对成长股是不不友好的 因为为什么 国家经济压力非常大 要稳增长 对吧 然后基金发现欲阻 这些都对成长股不利 而成长股又是价值发现的温床 就是它是一个孵化器 整个孵化器有问题了 你怎么能够孵化出好的东西呢 所以今年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价值发现 因为讲早了 很有可能你买进去又是腰斩怎么办 对吧 所以每一年的市场都是有变化的 我们过去所有的价值发现 都是建立在成长股有行情的情况下 今年成长股不行啊 对吧 科创板要亮没亮 要游戏规则没有游戏规则 怎么做 对吧 赛道股 前两年透支了 核心资产更不用谈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弄 没有办法弄 所以难就在难在这里 你说价值发现也是你要选时 还要选一个大环境 还要找到这些有可能 这个后面 能被什么 资金看上的 今年不行 这个大环境不行 所以有个人问 说你帮我们找找半导体板块的 这个龙头呀 不用我找 你想知道半导体板块龙头 其实你就是问基本面嘛 铜花顺里面去搜 都有的 铜花顺里去搜 你打进去好了 半导体细分行业龙头 马上就出来了 不用我跟你讲 但没用呀 你说出来怎么样呢 没用 我保你今年不上 我以为今年的那个点不在这里呀 对吧 讲到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 华为 对吧 本周出了台报 就华为嘛 过去三年华为被老美制裁的很厉害 打压很厉害 但是华为出的年报非常亮丽 华为的年报是什么 虽然 这个 这个这个营收下降了 但是他净利润是增长的 1000多亿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75.9% 将近76% 海外占比占到50% 说明什么 海外依然没有受阻 而且转身转得非常好 就是华为啊 那你想想看嘛 老美打压了三年 华为没有被人家干倒 依然能够很强大的 继续什么 前行 甚至净利润 能有75%的增 多的增长 那你想想看 今年科技股 国家会担心吗 国家要就 先要就科技 还是需要 先要就其他产业啊 还是要先稳增长啊 你这些想想看 对吧 就有点像 两个人同样出去 跟人家打全胜 一个人全胜而归 一个人被人家揍得很惨 那你觉得 那个揍得很惨的 需要照顾 还是那个全胜而归的人 需要照顾 显然是那个揍得很惨的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没有 科技股没有行情 或者说科技股 最多是反弹行情 对吧 明年就不一样了 如果一切都很好 经济稳定了 那么就是要做加分项了 就是那些好的东西 有人会去经商添花了 所以明年华为产业链 很有可能会腾飞 而华为投资的那些公司 也会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讲都不合 不适合 就是现在来跟你讲都不适合 但也许过个半年 到三四季度来跟你讲的时候就适合了 所以你说你要问我 对吧 哪些公司 第一个我觉得都能查 第二个就是 我已经告诉你了 华为产业链 因为当别人想要击倒你 你非但没有被别人击倒 还能顽强站起来 走得比原先更快的话 对不起 那么整个产业链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 对吧 就因为华为的存在他们会变得更美好 那他们的美好在哪 在什么时候体现 明年 甚至于后年体现出来 所以我之前会跟大家讲了吗 半导体对吧 哪怕中心国际吗 曾经有三个独角兽 一个叫麦瑞医疗 一个叫这个宁德时代 一个叫耀明康德 他们都表现过了 中心国际 其实也是半导体当中的独角兽公司 没有表现 不是他不会表现 是他表现的时间没到 也会表现 你等得起吗 你等得起 你说我买了无所谓 放两年 我愿意等 当中的煎熬 不是谁都能搞得定的 对吧 还有我们有很多新的学员 今年进来 那一听 他满仓了 然后不涨 就心开崩了 对吧 所以 我以前在电视节目当中讲过 对吧 买基金是要选时的 同样的价值发现 也需要选择一定的时间的 因为那个环境没到 就是那个价值发现的 就是你发现了他的价值 但是时间不对 依然没有 依然没有 所以这是很矛盾的 对吧 那你要做价值发现的话 首先 你要把这些公司可能再 重新梳理一遍 然后等到那个价值发现的点来了 你再买入 才会好 不然的话 现在说越跌越买 买到最后你肯定是没钱的 因为大家钱都是有限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年其实不适合做价值发现 对吧 至少上半年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你想赚钱 或者说要不你就空仓 或者说要不你就不做 对吧 想赚钱 就要跟着市场 这个没有办法的 谁也拗不过市场 因为市场是对的呀 市场先生永远是对的呀 对吧 不然我也不用说 以前从这个做技术的 或者说做这个技术派的 对吧 转到基本面派 对吧 然后要结合 这不用弄了嘛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任何一次的投资 最后你能赚钱 最后你能有很好的收益 一定是你付出了代价的 对吧 就是天上没有 不会掉馅饼 也就是任何的懒惰 都不能构成你投资 能赚大钱的一个这个因素 它都是你的绊脚石 对吧 也可能你本身就内心就很排斥这个东西 对吧 不愿意去接受 但我觉得没办法 市场存在即是合理的 所以要多学 不管是价值投资也好 价值发现也好 其实这条路都不简单 都很难的 当中的艰辛 只有自己持有股票的人才能够体会 对吧 所以你要做很多的功课 你要做公司的调研 对吧 你要对大环境有判断 比如说中概股 中概股这波最大下跌的最大的诱因 其实就是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对吧 除了本身可能发展遇到一些瓶颈 但是跌成这个样子 难道跟发展瓶颈是百分之百相关的吗 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 你就盲目去抄底 那你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种博弈不会再进一步加深 我们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去判断的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了 做价值投资的话 其中的煎熬 做价值发现也是一样 对吧 其中的煎熬 其实不比做短线的容易啊 难啊 你要对公司要做尽调 对吧 然后对这个 这个 未来的市场 他所谓的占比 对吧 包括他的这个护城河 以及整个行业 对吧 包括政策面 都要有了解 你最后才能下重注 因为为什么 你往往做长线投资 都是下重注的 下重注 一旦你说出现了巨大的亏损 谁都熬不住 我也熬不住 对吧 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做短线呢 就不一样了 反正我能接受 亏10% 我去斩掉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就是在你能学到本领以后 你再去这样做 那没有 很多人输钱是 他本身不知道怎么做 那当然你做短线要输钱了 就像做长线有长线的方法 做短线有短线的方法 所有的东西你要学会了才能做 你不学会肯定是不能做的 对吧 那前提是什么 就是叫既多不压身 多学一点 不会错的 特别是熊市环境 经历过熊市以后 就你每一个环境都经历过了 你就知道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我怎么应对 对吧 比如说 我今年的预期其实很低的 我就赚个10%就好了 你就在旅游里面 我帮你赚10% 对吧 这个不是我吹牛吧 旅游板快涨到现在了 对吧 个股也是轮动的 就轮动的 对吧 之前宋幸涨的差 宋幸对岚现在涨上来了 对吧 天赋湖也涨上来了 看到吗 是吧 前面这个叫 那个那个 长得最好的那个 曲家文旅吗 曲家文旅 你看对吧 那10%总有吧 是不是有啊 国旅联合有吗 10%有的呀 对吧 所以就是你不要去追高 你就在这里面 那关键是什么 他们还没完 就他们不是说 已经涨到现在结束了 航空结束了 没有 主声浪还没来 所以你躲在里面 或者你就在这里面折腾 对吧 就在这里面折腾 最终这10%你是拿得到的 你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说 那本质上这也叫价值发现 只是他们不是价值股 也不是成长股 他们叫困境反转 我也发现了 我讲旅游的时候 有多少人讲 没有人讲 全市场没人讲 因为我不是今天讲的 对吧 至少两个星期以前讲的 如果你在旅游里面待着 你这波完胜市场 我们现在不说你赚多少钱 是吧 然后呢 今年旅游稳增长这块 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给大家看 我昨天讲的是什么 今天虽然我看 不看好农业 因为我觉得农业 俄罗斯跟乌克兰 谈判比较好 那今天农业 石油 这些东西都要回产 但里面就一次股票 农化总业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它的换手非常好 对吧 大家看 农发总业 今天吸一把 百分之十 盘中还涨停过 对吧 你开盘往下砸 吸一把 百分之十 菜没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以上有吧 那就它走出来了 我们来看农业种子 总业 就它走出来 其他都没走出来 看到吧 我菜 就有点像 所有的菜 我都提前点的 你们现在开始明白 就你学了这些东西 你开始知道了吗 多头排列 换手非常好 十几个亿的成交 对吧 前一天十几个亿的成交 对 15个亿 15.91 对吧 昨天 依然有八点几个亿的成交 死不掉的 换手 如果它是一字版 我就不说了 是吧 然后呢 你要去低吸什么 元宇宙的话呢 给你们看看 元宇宙啊 随便 随便吸 五天线随便吸 对吧 宣伙国际 然后呢 因为宣伙国际 马上多头了 还有什么 湖北广电 你们自己看 五天线随便吸 吸完了呢 就这样 对吧 元宇宙 元宇宙我说什么 就是你逢低去 不要去 前一次讲是在这里 对吧 你可以拿两个掌定板 今天又有了 又有机会了 为什么 确定性 又后面有大会 找什么 最好的就是要有身位 要有身位 什么叫身位 人家领先了呀 这就叫身位呀 其他都没它长得好呀 要身位 又换手 又换手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核心 这些都是核心 就是我把所有 我能看好的 比如说 这个 今天我看好的 就是地产吧 对吧 昨天也讲了 就短线就地产 然后呢 你要低息的 就是元宇宙啊 旅游啊 对吧 这些方向 包括农业 那也是一样 你可以点了点了 你可以搞的 其他的什么 新能源赛道 你本身就没有的 你不要去抽热闹 对吧 今天指数长得好 比如说创办指数长得好 就是跟宁德时代 跟这个有关系的呀 跟这个伊威里能有关系的 还有这个东方财富呀 对吧 你看看 就他们长得好 但问题是 前面跌的这么多来 反弹这点有什么用啊 对吧 东方财富吗 是吧 那有什么用啊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 今年什么地方能涨 并不是说 哪些地方超跌了会反弹 超跌反弹 我们都可以判断的呀 对吧 我今天也判断了 包括 这个 这个 只要有量上来 今天因为有951的量了 9500亿的量了 所以今天赛道口 跟科技口同步反弹了 对吧 那明天呢 量只要放不到1万亿 这两个板块里面有一个要灭掉的 就下去了 所以就这样 对吧 就这样 你们觉得有没有用 对吧 我给大家贴张图看一下 给大家贴一张图看一下 好 不是 不是炫耀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买 我就是告诉你 我们前一节课跟你讲的东西有没有用 因为 我是这个 这个这个 让自己朋友买的 对吧 有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要学 我 我所有教你们东西 我都是正经白银自己搞出来的 啊 都是自己正经白银 积累的经验 对吧 因为未来就是所有的股票都是20%了 没有10%了 你不学别人就会学 就是 我不用心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别人就会搞清楚 你不弄的东西 别人总会弄的 对吧 因为对于别人来讲 他也要赚钱 那既然 大家都想要 进一步嘛 就升级嘛 对吧 原先是10厘米 大家都20厘米 那20厘米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好 给大家结章图看一下 看到吗 这是我的截图 太和科技 9点41分 发出的 就是因为我用的是 这个就是 他要弹窗的 就是我用的都是有 就是他会提醒我的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半程序话 就是半程序话 9点41分 弹出来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9点41分 我先说一下 我没有买啊 对吧 因为今天我要做地产 9点41分 我们来看 这是9点41分 就这个地方 弹出来了 弹窗 是不是买点 不是的 因为他有可能下 也有可能上 不急 对吧 等一等 等到什么 等到这个地方 等到这种地方 第一个 量很小了 对吧 芝麻量了 第二个是什么 交过的 分时黄线上来 要多少 要在8以上 对吧 这是8吗 已经8以上 他已经超过11了 所以说明非常好 而且正好又回到了 就是弹窗的预警的时间点 就是那个价格点 进去 就能涨停 上一节课 上一节课 还是前一节课 教的吧 有没有用 你们自己去看 有没有用 你自己去看 对吧 我只是今天拿一个案例 来跟你讲讲 今天没多少次 20%的 符合条件就行 符合条件就行 所以你说那别人去弄这个事情 我不弄 肯定不行 对吧 我也得找方法 虽然现在说还不能说一定是成熟的不得了 但至少我觉得还行吧 对吧 还行 那好 那 我把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放到前面讲了 然后我们说一下市场 今天因为券商板块 涨了百分之三点几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券商板块只要涨一点五以上 市场就有扑涨的基础 今天两个涨停板 加一个东方财富的大涨 对吧 就是涨了七点几 那么基本肯定 就基本肯定 指数这里 不会破地了 就指数这里没有问题了 指数没问题了 券商板指数也是一样 打涨了百分之四点几 就指数没问题了 二次回踩成功了 就成功了 就低点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现在的成交量还不能让指数马上就这里 拼临旁 就直接逼上去了 上证指数今天就碰到了20均线 所以这个地方原则上 因为还有两天嘛 对吧 就过过这个 这个 这个 清明小杂架了 所以原则上 后面两天应该是震荡 就在这个K线里面 或者上面一点点要做震荡 好 创业板也是一样 那么今天又是浮涨 浮涨隔天 往往是会分化的 那么我现在还比较担心一件事情 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指数没问题了 先说指数没问题了 但是是不是马上就 重新开始 新的上涨 不见得 所以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也依然是低息 所以今天我说 你去西里游 西里游宇宇宇宙 没问题的 后面能赚钱 能赚钱 但你说明天我再去追地产 就不见得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 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跟大家讲一讲 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从大的环境上来讲 北向资金又开始正向流露了 对吧 然后指数今天也上来了 就没什么问题 今天是127亿的净流露 对吧 就是北向资金 那么这种就是 昨天下午就开始流了 那就是指数 对指数肯定是正向的 那么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担心跟大家讲一讲 担心几样东西 第一个 金兵发 那个叫天宝基建 天宝基建 这已经是 他直接没有二波 就直接往上干了 对吧 那么天宝基建 如果见顶的话 高标股还会有一次分歧 会影响市场 所以这个对板块指数 可能会对情绪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 指数不见得调一下 比如指数调一下 上升指数就跌了零点几 对吧 我创业码跌了一点几 但是 股票就不一样了 就像昨天股票可能就跌的比较多 然后又三千多次跌 为什么呢 是高标股 还有一次退潮 或者说是分歧 一个是天宝基建 还有个是什么 中国一样 中国一样已经是二波了 因为他一波的高度特别高 所以二波的高度不见得高 对吧 中国一样 还有什么 贵州百零 贵州百零 就这些 对吧 就这些东西 那么你就知道了 怎么去看 那我先提醒就是他们有可能 对吧 他们是有可能要什么 一旦见顶了 又会对市场的高标股形成一次什么 叫做分化 形成一次分化 或者说分析 对吧 三项印象是我昨天在我们年课群讲的 当时早上十点半的时候 我录音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三项印象如果出现分歧调整 还能上 如果你早上上 赶上 对吧 就是暂停 我们用马后跑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平时积累的东西 就是积累的 你要知道一个方向 大概在这个方向里面做 没问题 我为什么选了三项印象呢 因为三项印象它既是房地产又是元宇宙 它是双重 那双重里面只要赶上一重 它就不会死 所以这是双保险 对吧 所以你说做短线其实也并不是很难 就是你把方法掌握了就行 对吧 好 还有一个 就是有人问 对吧 就问这个股票叫银江技术 银江技术它实际上做的 就是那个数字经济这一块 对吧 最近它就是补跌 之前是多头牌的补跌 对吧 那么其实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股票跌破20均线拉不回来 那你就要小心 就短期里面就要小心 对吧 就拉不回来 但也有可能像它这种 跌回去又上去 大的就从月线层面上来讲 问题不大 月线层面上问题不大 后面能回去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市场连续的调整 所以又是这个元宇宙 不是元宇宙的数字经济 动数细算这些都出现补跌 所以它也出现补跌 因为它也是属于别人没跌 别人在跌的时候 它没跌 它还是往上涨了 对吧 你可以看看 比如说300249的这个一米康 一米康这里就开始跌了 对吧 就开始调了 它比一米康晚调 那么当然就会有补跌 包括这个美丽云也是一样的 对吧 他们是之前就 你看它的见顶时候是 3月17号 然后你看看银江 银江是晚 对吧 银江是3月23号 所以它属于补跌 补跌类型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 本身这个板块不强 那么就是肯定是逢高 比如冲高 那天冲高 挡不上去了 不能装心高 你要减一减 是吧 就这个肯定是 因为今年就是这种节奏 今年就是这个节奏 你不能格局 就你说我什么都不动 包括做旅游股也是一样 你可以留底仓 然后涨了抛掉 跌了买回来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一轮行情下来 你的收益会相对好一点 对吧 会好一点 所以你想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今天早上还专门讲了 对吧 我今天早上 因为我一般就是收了盘就复盘 然后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这个新闻看不到 对吧 昨天就有那个中医药的这个利好的落地的这个新闻 但今天早上我说了 对吧 今天早上我说了 贵州有只鸟 那就是百灵吗 贵州有只鸟干嘛 它首先要封单 早上要封单 一直封单 它的封单要至少15个亿 早上没有达到 我看一下8个亿 所以我知道它肯定要开 但开完以后再封 肯定是有机会 开完再封 它就换手了 那那个时候呢 你的选择是什么 要不太安堂 要不就是高标 中国医药 我们自己看 都来得及了 所有的资金都是 今天所有的资金都不是看中国医药的 都是看贵州百灵的 我都第一时间讲 我都第一时间讲 就是你 我给你个参考 你就知道了 如果贵州百灵强 那其他后排的才会更上来 就像今天所有的资金都是看宗教地产的 不是看天保基建 我反正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就明白了 对吧 还有呢 什么叫基本面 比如说给大家看看 宗教地产 我们看地产国 第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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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地产 大家可以看看 F10 看一下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看到吗 那我们再来看 光明就不说了 对吧 光明上海国之委的 一样的 上海国之委的 上海国之委的 对吧 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 你看这些都是有声位的 你看到了吧 好 然后呢 以前我们讲的招宝万金 对吧 招商地产 保利吧 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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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发展现在就 对吧 你看看保利 保利的走势 然后我们来看保利 国务院 市政管理委员会 这是保利 我们再来看万科 万科虽然今天也涨了 你看看万科的位置 看清楚了基本面了吧 国进民退啊 所以那你说 一个同样一个板块 就是做房地产 你现在知道怎么选了吧 为什么 我说那个中交才是中军啊 有背景的呀 有背景的呀 你万科为什么走得那么差了 万科民营的呀 对吧 所以从恒大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如果你要做房地产的话 你就要盯着那个有国资背景的 有央企背景的呀 他们才是核心呀 油资不是下草的 人家也懂基本面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跟你讲 你就能够加强印象 以后你自己面临一个板块 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从各个方面考虑 就是叠加基本面 他们叫困境反转吗 房地产旅游都叫困境反转 对吧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今年 就是这些方向 稳增长基建还会发力 还会发力 因为今年就这种 这个 经济的状况 非常的 这个 让人作急 对吧 你看 为 全中国贡献 巨大的这种 财政的 上海现在面临着两江的这种 分别的跨时间的这个封闭 对吧 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年国家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所以呢 稳定 对吧 稳增长这块是重中之重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像类似像旅游之类这种板块的困境反转 大家也希望说五一节以后 都能够自由活动呀 对吧 能跑去别人的地方消费呀 能够拉动内需呀 所以我说了嘛 拉动内需 今年拉动内需不是靠茅台的 对吧 不是靠那些高大上的东西的 所以 你就要知道 哪些东西能长 对吧 当市场开始好转的时候 弹性的东西会起来的 就是 当稳增长 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时候 那数字经济这块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对吧 他就是人嘛 你看好了 元宇宙大会结束以后 又会转身而来的就是 东苏牺牲 时间都会跟你卡好的 你只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 要玩什么东西了 你今年的10% 不要说10% 20%都能拿到 我不吹牛 我们这边有两边停课的 对吧 我在这里讲了一个 上次讲了一个 这个就是300994的这个 就做了静调的 对吧 然后那天开板了 然后开板你就走 对吧 反正就是一个 大涨过了 没有40% 没有30% 对吧 这是我在这里讲的 我在其他地方 我也讲了一个 跟地产链相关的 今天涨停 我的预期也是30% 也拿得到的 对吧 也拿得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讲的 其实就是 根据今年市场的情况 我要找到 那个相对确定的 就是能赚钱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课程 大家都是花了钱来的 我不能说 我现在价值发现了 几只股票 我跟大家讲一讲 然后呢 大家买了全套在那里 什么事都不用做 肯定不行的 对吧 我要针对所有人 所以 如果你想做价值发现 你不要急 我说了 青年上半年 没有这种机会 或者说基本上 找不到这种机会 那你就要等 对吧 因为时间不对 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对的时间 找到错的人也是错 反过来 在不对的时间 找到对的人 可能也是错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 也许那个时间 就在下半年 对吧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 我已经跟大家提示了 华为产业链 没有被干到的 他就会有辉煌 对吧 但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所以不用急 对吧 当然我说了 你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想学点东西 我 我很 就是 我很欢迎你 对吧 既不压生 既多不压生 对吧 就你多学点 都没错的 如果你实在说 我不太想学 我很排斥这种东西 那没关系 你就等下半年 对吧 等到那个 那个价值发现的点来了 我再来讲价值发现 这样的话呢 鱼壳熊掌 就不用兼得 对吧 你喜欢鱼 就等鱼来 有人喜欢熊掌 就现在割开来吃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所以我再说一下 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针对事不对人 我对大家都没有意见 我们本身也没有什么这个矛盾 对吧 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利益冲突 没有 我就针对事不针对人 因为我觉得既然今年是一个熊市环境 我也愿意让大家多学点东西 对吧 再说我说的东西 就是有可能外面也有人教 但我能保证 我大部分的东西外面没人讲 对吧 我不吹牛 如果我今天是个做财经的主播 就是我去做主播 我昨天晚上肯定会说什么 大家看啊 中国交界啊 明天看着啊 要落转墙的话 你们就去什么 干天堡啊 对吧 我肯定可以说这个话吧 那今天晚上 直播室里穿云圈 不得了了 对吧 送礼物的刷礼物的人不得了了 大家都认为我是股神了 但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对吧 因为我们是课程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理由 怎么选 为什么选 怎么看 都告诉大家 因为下一次你就能看了 或者说下一次 我在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对得起 至少对得起课程 我不说对得起你 对吧 这至少对得起课程 所以课程的目的就是这个 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能学到不同的东西 对吧 我就说了嘛 过去几年学的九阳真经 现在要学九阳真经了 当然你愿意学 是最好的 你不愿意学也没关系 等到下一次九阳真经来的时候 我们再复习一下九阳真经就行了 好吧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啊